我应该不认识先生吧 司空大人不认识我 那先生有何事呢 我是来告秘的 先生 有何秘密啊 我要告发一个人 你要告谁 也就是你啊 上回说到 李世民从高沟丽战场回来的荡月 就冤杀了老陈刘继 至于李世民为什么要处死刘继 其实理由很简单 这些年来 刘继仗着李世民的宠幸 越来越狂妄自大 先有踩踏李世民预作的事件在前 随后又斩杀大臣的豪言在后 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魏王党 像当初太子李承前辈废的时候 他曾力劝李世民 应该立魏王李太为太子 这就让李世民觉得 刘继对权力有一种很强烈的执着 这样的人如果不除 恐怕迟早会是祸害 如果回到五年前 李世民或许会留下刘继一条性命 成全君臣之间的一段美谈 可如今李世民的身体没旷御下 而李世的政治智慧还没有培养起来 如果让李世民做出选择 那就是铲除掉任何潜在的政治风险 就这样 刘继就成了大唐王权交替的一个牺牲品 所以李世民从始至终都知道 刘继是冤枉的 本着宽大为怀的政策 李世民只杀了刘继一人 至于他的家属全部无罪 李世民去世之后 刘继的儿子刘红业想为老爹翻案 并状告储岁梧告 唐高宗李志本来也想亲自过问此事 可被有关部门给压了下来 原因其实很简单 刘继一案本来就是冤案 只要你过问 那就证明你一定有问题 直到武则天临朝称之 他才为此案做了平反 不得不说 晚年的李世民逐渐变得猜忌多疑 尽管不像秦皇汉武那么残忍暴乱 因为一点小撮就把人满门抄斩 但真动起心思来 也是很恐怖的存在 而下一个出现在他死亡黑名单上的人 就是林烟阁功臣 刑部尚书张亮 前边视频介绍过 张亮此人没什么特别的本事 唯一的本事就是告密和逃跑 翻开张亮的简历 你会发现他不是在告密的路上 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别说逃跑不光荣 因为张亮的高官后路就是逃出来的 可有趣的是 就是这么一个爱逃跑告密的人 外表看起来却非常敦厚老实 像当初侯军吉口出狂言要谋反 就是他第一时间向李世民告了命 所以侯军吉因为太子谋反们被杀之后 他也靠着检举有功 被李世民提罢为刑部尚书 正式进入礼堂的权力高层 可张亮没想到 时隔三年后 他就会和侯军吉以同样一种方式谢幕 悲剧的结果虽然是一样的 可过程却各有各的精彩 原来张亮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后 就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 拎取了年轻美貌的李世为妻 李世虽然很漂亮 但性格却非常刁悍 嫁给张亮之后 李世要求张亮不能再看别的女人一眼 一辈子只能对他一个人好 可无耻的是他自己却不守妇道 暗中和府中续养的歌同思通 为了掩人耳目 李世还将其收作干儿子 取名叫做圣祭 李世的丑陋行径 最终被张亮的儿子张义发现 张义多次劝谏 希望老爹能管一下这个吼妈 可有趣的是张亮却始终没管 因为他不愿意相信 一个要求自己忠贞不二的女人 会给自己戴绿帽子 所以张亮不止一次要求儿子 停止对他真爱的污蔑 既然老爹这么放得开 张义还能说什么呢 在张亮的纵容下 李世变得越来越猖狂 他不仅和自己的干儿子 整天撕混在一起 还变得十分迷信 开始和一群乱七八糟的树士们 搅和在一起 争所谓爱无己物 在李世的影响下 张亮也开始对占卜之术 越来越好奇 正是对占卜之术的痴迷 让张亮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有一次张亮的义子公孙杰 送给他了一张羊皮 上面画的一个身穿道袍 手指常见的男子 下面还写了一行字 工厂之主当别度 这是什么意思 公孙杰解释道 这工厂正是义父的姓氏章 别读指的就是京城长安之外的都城 这显然是说 一个姓章的汉子将要称帝建都 放眼朝中 魅高权重的张姓汉子 好像就只有义父你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张亮心里有点恐惧 毕竟李世民对谋反是凌忍的态度 他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准备 还真不敢走上这条路 不过张亮对公孙杰的话还是很受用 闲来无事 便拿出羊皮来细细品味 心里也是痒痒的很 有一天 术氏成功颖前来拜访张亮 他便拿出羊皮 问道 成功 你怎么看 成功颖就是一个去炎富士的小人 与张亮交往 也不过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些钱财和富贵 他看了看张亮满心期待的神色 似乎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一点点暗示 于是成功颖立刻奉承道 不敢欺瞒大人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你睡觉的姿势十分特殊 根本不像一般的凡人 反而更像一条睡我的神 如今看到这幅图之后 我更加确信大人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既然上天要您做皇帝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成功颖的话让张亮十分受勇 自此以后 张亮就整人闷在房中自我陶醉 他觉得自己就是未来的天子 有一次 张亮忍不住和公孙姐的哥哥公孙常说道 我有个小妾 看下的人曾经说他有做王妃的面 公孙常则很失去的说道 我侄子公孙大平 曾在梦里遇到过一个神仙 他一不小心看到了神仙手里的天书 上面似乎就有大人的名字 看来这件事情确实靠谱 天命归天命 后他府中的奴仆常德 因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便向朝廷举报张亮豢阳一子 打算谋反 还拿出了张亮豢阳一子的名单 彻底坐实了此事 李世民闻讯之后呆若母鸡 他不敢相信 自己一手提拔的张亮 竟然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 不过 李世民的心情很快便平复下来 他一血雷不及掩耳知识 将张亮和他的五百名一子悉数抓捕归案 并派遣监察预示马周审理此案 当了一辈子原告的张亮 终于成了被告 一番审问之后 张亮表示坚决不服 因为他知道自己既没有谋反的事实 也没有谋反的计划 所以马周审他的时候 张亮强势辩驳 说自己是遭到了别人的诬险 不仅如此 他还列举了这些年来为朝廷立下的大小功劳 证明自己是忠臣 绝对不会干出谋反的事情来 所以马周一连审了好几天 也没有找到他谋反的直接证据 只好将这件案子交给了李世民 让他做最后的决策 对李世民来说 张亮毕竟没有谋反的行为 再加上跟随了自己这么多年 所以李世民就想放他一马 可李世民一想到 自己那个柔弱的儿子李志 如果自己驾崩了 凭李志的柔弱 能驾驭老坚俱华的张亮吗 也正是这个原因 注定了张亮的下场 所以李世民给出了自己的判决书 张亮豢养了五百名义子 就是他意图谋反的直接证据 为了不让人说闲话 李世民特意召集朝中重臣 商讨张亮的处置拜访 问题是皇帝都已经给此案定性了 大臣们还敢为张亮求情吗 唯独李道玉声称 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 罪不当死 在这种环境下 李道玉的话犹如一阵清风拂面而过 挤不到任何作用 不过李道玉的表现 却给李世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一年之后 李世民便提罢他为了刑部侍郎 考虑到张亮是打工臣 李世民又是以莫需要的罪名将他诛杀 因此在行刑前的一晚 李世民特意安排长孙无忌和房玄灵 先往监狱和张亮划逼 长孙无忌是林燕阁的守卫功臣 房玄灵又是张亮的推荐人 牢狱之中 他们开怀唱吟 回忆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清灯国安 三人相对而坐 没有谈息 张亮死后 他的家产也被李世民超莫冲了攻 小小的张亮杀也就杀了 李世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当国内的政局安稳了下来之后 打了一辈子仗的李世民 就要按捺不住了 于是大唐周边的一个国家 也要从地图上消失了 各位兄台猜猜 是哪个国家 该退出历史舞台了